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物 老了老了,新时代读书新主张,只需轻轻一点,听方听书啊,让阅读重听开始 第二卷,第一章,千里为列 乌云层层翻涌,如同海浪般汹涌奔腾 阴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发似飞舞,凌乱如他的思绪 于师妾三处大学被治,唯有头颈还能转动 他被木面人横斥于龙兽的背上,素面朝天 动弹不得 龙兽急剧,那木面人想一战狂奔 木面人道 如果你这些天,没有给那小子疏导真气,耗费真缘 又怎会如此轻易地被我治住 唉,你这多情的性子,何时才能改上一改 于师妾冷冷道 我宁可多情,也不愿像你这般无情 木面人黑然不语,于师妾咬牙道 如果拓拓和柯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便回忆师国,终身不再踏进大荒 木面人过了半晌,沉吟道 倘若他们识时务,投诚怎么,那倒可以网开一面 但柯汉怀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怕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距离驿站已经十分的近了 还没有听到任何杀伐之声 木面人心道 难道柯汉怀这般不济,这么快便被拿下了吗 心中却隐隐有些不安 当下一掌拍在龙兽的背上 龙兽惊思狂奔 奔到驿站周侧处 木面人大吃一惊 于师妾瞧不见前面的景象 但见他目中惊诧的神色,灯石放下心来,咯咯笑他 他们已经走了吗? 你的伏兵都是泥朔的吗? 眼前树木断折,残缘断壁,地上深坑纵横,横七竖八地倒了许多人,一片的狼藉 突然天上节节怪叫 正是那人鸟斑毛 斑毛扑速翅膀,落在地上,扶手颤声道 主上,那柯汉怀极为了得 海少爷和水鬼军团都拿他不住,让他们跑了 木面人厉声道 他们朝哪里走了? 斑毛极为害怕,颤声道 他们似是担心东边有埋伏,向北边走了 木面人难难道 好一个可汉怀 朝北走了 当真有胆有谋啊 一战东面 不到两百里便是渗楼城的海岸 如是常人,必定望东而去 正因如此,水族已经在东面布下至少三道房间 守株带兔 岂了,柯汉怀不往东 也不往西,竟往水族的大本营 北边而去 其实,水族征调之兵大多不于东西两翼 阻断来自土族、火族和金族的游侠援兵 北边由于是自身势力范围 反倒处于真空状态 柯汉怀 原为水族幼军使 熟知水族用兵之道 渡士行兵 必时就须 让水族扶兵厚了个空 木面人道 海少爷怎生败给柯汉怀的 他十年未见柯汉怀 不知他究竟如何 需要问个明白 班毛道 海少爷的春水剑 起初将柯汉怀打得落花流水 眼见便要将他杀死 其料柯汉怀突然使出什么 断浪气旋斩 竟然将海少爷的春水剑 吸了过去 木面人点头道 以气为刀 不愧是柯汉怀 海少爷这样就败了吗 班毛道 海少爷自然不甘认输 又与章鱼怪 人寿合一 变成一个章鱼怪 和柯汉怀相斗 但是 不过占了三合 便被柯汉怀的 断浪气旋斩 劈断兽甲 砍掉一只手臂 于是且听得咯咯娇笑 道 原来堂堂白水公主 连柯汉怀三招都抵挡不住 你们的伏兵可当真了得 其实 海少爷人寿合一之时 自己已因水剑倒流 血液逆转而负内伤 他性子偏执 执意为之 自然大败 木面人大为惊异 望着地上 那被皮为两半的章鱼兽 伴上道 水鬼军团呢 班毛朝那地上 横七竖八的众人 瞧了一眼 道 他们死伤很多 没能拿住柯汉怀 让他带着五族反贼 朝北边跑了 海少爷像是急受打击 竟自朝东走了 水鬼军团大多赶着 去追杀反贼 现在恐怕已在百里之外 木面人突然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一战往北 便是天壁山 东南西北都是我水族雄兵 柯汉怀呀 柯汉怀 我倒要瞧瞧你有何本领 能逃出千里为烈 天壁山南北两千里 阻断东西 山高千刃 西侧如被巨幅所断 俏直险峻 不可攀原 传闻 盘古开天辟地 精疲力竭 将斧头随手往地上一批 将天披山砍成两段 事已 两千余里的山系 竟如被从中 批断一般 天壁山西侧 是万里的荒原 虽有森林河流 局部丘陵 但是一篮无鱼 无所一办 柯汉怀等人 奔到这天壁山的西侧 那便极难东进 进入渗楼城了 唯一东进的方法 便是向北绕过天壁山 再南折向东 或是重新杀回异战 朝东挺进 况且 距朝阳谷 与盛楼城开战之日 仅有两天了 纵然柯汉怀 朝北 拐过天壁山 再朝东 朝南 抵达盛楼城 那 也是七天之后的事了 七天之后 盛楼城已灭 拓拔椅手中 纵有神木令 又有何用呢 想到此处 木面人心情大畅 朝斑毛挥手套 你继续跟踪柯汉怀 有任何异状 立即回报 斑毛点头领令 松了一口长气 斩翅 集结而去 木面人低头 瞧着 与师妾微笑道 没法子 还得借你 苍龙脚一用 乌云散尽 月朗星熙 众游侠 骑着龙马 风痴颠撤的 朝北急奔 众人均是 十分的兴奋 谈笑风声 回味适才的 那一场大战 齐义 哈哈笑道 他奶奶他 好久没杀得 这般痛快了 跟着柯大侠 真是惬意啊 柯汉怀抱着倩倩 策马微笑道 朝阳谷 不会轻易放过咱们 他们知道 拓拔兄弟身上 有神木令 定然会想方设法 将我们赶到 慎楼城之前除掉 杀人灭口 陆平摇头道 朝阳谷这些水药 可当真胆大包天 连神帝的使者 也敢追杀 可汉怀道 水泊天舞 当然没有这个胆量 但是竹龙野心勃勃 什么事做不出来 拓拔也听他们说了许久 心中迷惑 插口道 竹龙是水族的大魔法师吗 可汉怀道 正是 此人三十年前代掌 族中大士 便党同伐义 将长老会中反对他的人 尽数赶出 水族两百余城中 有六十余座城的城主 被扣以谋反之名 全家问斩 这些年 这些年 族中剩下的侠义知识 寥寥无几了 说到难过处 微微摇头 陆平道 柯大侠 水族这次围攻 慎楼城 以蓝翼海龙兽为借口 实际上打的又是什么主意呢 众人心中都有这个疑问 慎楼城不过是大荒的一个小城 又在东海之上 并无重大的战略意义 何以水族清理而出 志在地德呢 可汉怀瞧了众人一眼 忽然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族里 做一个四处漂泊的游侠呢 众人七嘴八舌地回答 拓跋也听来 大多是因为族中日益腐败 少数贵族与魔法师权力日大 长老会名存实亡 百姓日益倾苦等等 柯汉怀点头道 但是三十年前 慎楼城未独立于武族之外的时候 所有游侠只能在武族边境处游猎为生 人数少得很 自从慎楼城成为自由之城后 游侠集聚 天下归心 声势一天比一天浩大起来 众人纷纷点头 倘若没有慎楼城作为精神归宿 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有勇气与族中决断呢 柯汉怀道 慎楼城号称自由之城 吸纳武族所有游侠 早就被武族仇视 如果不是当年神帝下诏庇佑 恐怕早就被灭成了 这几年神帝飘忽不定 大荒尚尽是他已经话语登仙的传闻 神帝一死 天下无主 谁能继任呢 拓跋也道 感情 那个竹龙竹蛇 想做神帝吗 柯汉怀微笑道 想做神帝的又何止他一人 但是神帝可不是单凭武力便可以自封的 需要有让天下臣服的德行 既然武族都是慎楼城为眼中钉 那竹龙便将他铲除了 这样一来 他不是成了武族的英雄吗 柯汉怀平日不喜多言 众人指导他不善言辞 奇料 此番听他分析局势 入情入礼 君大为佩服 柯汉怀道 竹龙此次唆使 朝阳古动兵 还想试探神帝 倘若他还在世 必会阻止 那么 他纵然退兵 也会在武族中 留下美名 众人眼睛都齐刷刷的朝拓跋也望来 拓跋也一愣 忽然醒悟 心想 神帝雾化这件事 如果眼下传扬出去 大伙儿恐怕都要慌啊 要是落到水腰的耳朵里 乖乖拢个东 那就更加不得了了 当下哈哈笑道 竹龙简直是做梦 神帝身体结实得很 前些日子 他把神木令交给我时 还在东海游泳 抽龙筋玩呢 众人大喜 可汉怀道 所以咱们必须在这两日内 赶到慎楼城 拓跋兄弟和这神木亮 可都不能有半点闪失 众人道 这个自然 拓跋少侠是慎楼城的救星 也是咱们游侠的救星 拓跋也微笑不语 瞧见千千 歪着头 似笑非笑的盯着他 这一路上 不管众人说什么话 他都充耳不闻 只盯着他看 仿佛他脸上 有什么好玩的物事一般 此时天已将亮 身后的水鬼追兵 好像也不敢追降上来 只是远远的跟在后面 可汉怀道 朝阳谷要钓兵追来 没有那么快 咱们先就地休息 养精蓄锐 等到明日再带他们捉迷藏 众人轰声叫好 纷纷纷下马 在树林里休息 拓跋也 倚着树干 弹腿休息 众人喝了许多酒 走了很长的路 又激豆良酒 都已颇为疲惫 此刻 又有柯汉怀相伴 心中大定 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拓跋也 想到这几天的奇遇 想起仙女姐姐 想起与诗妾来 心中波澜起伏 丝毫没有困意 低头 瞧着胸前的泪珠坠 手指把玩 想到与诗妾的音容笑貌 体态浓香 不由的吃了 呼听旁边一人笑道 瞧你 这是什么宝贝 干嘛不放在嘴里含着 怕化了吗 回头一看 只见芊芊双眼明亮 脸上 依旧是那皎洁的微笑 拓跋也笑道 小女孩知道什么 快睡觉吧 芊芊鼻头一皱 吐舌道 好了不起呀 明天我也掉几颗泪 挂在胸前 当下侧头假眉 偷偷睁开眼 瞧见拓跋也 依旧蒸蒸的 看着泪珠坠 忍不住 又重重的哼了一声 拓跋也脑海中 尽是白衣女子 与语尸妾的脸容笑咽 耳边回响的 也尽是两人的言语笑声 心中一片迷茫紊乱 怎么也睡不着觉 当下 从怀中掏出神魔令把玩 又掏出大黄金 在三位火炬下翻看着 她想查查眼下的方位 按书上所说 眼下当在天壁山的西侧 书上写讨 右北三百里 约天壁山 南北两千里 西侧如被斧凿 截然而断 约为盘古开天地时所批 其事险窍 不可盘越 忽然听到南边远处 隐隐传来凄厉的号叫声 时段时序 拓跋也一愣 突然跳降起来 心中大喜 诗声道 与诗倩 众人纷纷行转来 满面惊疑 陆平道 这不是龙女的苍龙脚吗 拓跋也喜道 正是 一定是她放心不下 又敢来找我了 千千哼的一声道 好声臭美 苍龙脚好声激烈 众人听了心中觉得莫名惊具 柯汉怀沉吟道 拓跋兄弟 只怕这次来的不是御师界啊 话音未落 南边远远的传来滚滚的闷雷 众人举头望天 颇感诧异 拓跋也却突然一惊脱口道 兽群 有兽群朝着奔来了 柯汉怀道 是啊 定是有人取了与师界的苍龙脚 驱使发狂的兽群来追赶咱们 事不宜迟 快点走吧 群雄心想 以龙女武功魔法之强 竟被人夺去苍龙脚 此人定是了不得的人物 只有拓跋也明白 于师界定是因为这几天 为他疗伤 大号真缘 才会被人所致 心下更为歉疚 众人翻身跃上龙马 呼喝鞭策 朝北急奔 龙马听到身后传来的苍龙号角 颇为惊慌 不带众人催促 撒开四体 狂奔 其实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虽然在旷野之上 无所遮挡 但是 二十步外一片漆黑 群马急奔 也颇为惊险 众人大声呼喝 以免互相撞上 身后号角声隐约不断 那千军万马的群兽 奔腾之声 也越来越近 如春朝怒水 掘堤奔腾 如此狂奔了半个时辰 东侧天空见亮 向东望去 也可以看见 数十里外的天壁山 如黑色巨墙 绵延不绝 一立南北 黑红色的云团 在山顶翻涌 几缕金光 刺破云层 天空 逐渐变成了湛蓝色 明媚 明媚纯净 突然 万缕霞光 破云而出 天壁山 镶上一层 闪闪的金边 天地 陡然明亮 满天的云层 也度为金红色 朝霞流舞 变幻莫测 过得片刻 一轮红日 从带色群风 跳出 冉冉盛处 万里荒原 一片金光 尘风清爽 众人精神大震 觉得浑身 有使不完的力量 纷纷仰天长笑 拓跋也 瞧得有趣 也气韵丹田 仰景长笑 体内真气 随着经脉 滔滔周转 这一声笑呼 竟然声透长空 绵绵不绝 众人大骑 佩服不已 心跳 原来拓跋少侠 身怀神功 却不轻易使人 拓跋也 又惊又喜 忍不住 又试着运气调息 几次下来 一声比一声高亢 待到后来 千千颇为不耐 道 行了行了 把千里外的母猫 都招来了 这才作罢 但对于调息运气 终于有了粗浅的认识 心中欢喜不尽 十指出下 万里荒原 碧草莫兮 繁花似锦 东侧是千刃绝壁 西侧是矮矮的丛林 一望无际 正北远处 丘林如碧浪起伏 朝阳绚丽 避空如喜 白云飞舞不息 百渔记 在这辽阔的草原上 急速驰骋 马蹄踏下 花草纷飞 蝴蝶翩翩随来 众游侠 心情极佳 谈笑风生 有人叫他 他老了他 倘若没这可恶的水妖 今日咱们 倒可以在这里 好好打猎 晚上打打牙记 简直妙极了 奇异道 兄弟 咱们今日 就将水妖当禽兽宰了 抽筋扒皮 众人大笑 有人叹道 要是水妖个个 都如磕老妖 海水鬼一般 那可大大的不妙 吃了不崩牙 也要拉肚子 拓跋也 瞧着面前 锦断式的大地 心想 倘若能在这荒原之上 与仙女姐姐 或是与师妾 并经驰骋 游猎为生 那比神仙 还要快活呀 又奔了半赏 身后的群兽奔腾之声 越来越响 号角声也越发 红亮起来 众人扭头望去 只见南边烟尘滚滚 黑压压的一片猛兽 如潮水般的席卷 天上 天上数千只翼鸟龙 尖声长叫 密密麻麻的飞来 奇异骂道 他奶奶的 水妖果然给我们 送野位来了 拓拓也笑道 不如咱们锁镜掉头 将他们冲个七零八路 群雄哈哈大笑 摩拳擦掌 柯汉怀眼前一亮 目露嘉许之色 缓缓道 此计大妙 那兽群是受了身后 苍龙脚的驱使 才发了狂的朝前飞奔 倘若咱们继续朝北走 以龙马的角力 终究要被兽群追上 那时淹没其中 危险得紧 倒不如掉头难行 至多与兽群擦肩而过 我以气旋展开路 大伙小心跟上 应该不成问题 只要到了兽群背后 那便安全了 众人面面相去 从未有人想过 正面冲撞 发狂的兽群 便是拓拔也 视才所说 也不过是一句戏言 群雄想了片刻 觉得此计虽然冒险 却出其不意 而且似乎也要远教 这般没命家的奔逃安全 不由的热血沸腾 齐声叫好 对柯汉怀的敬佩之意 又增加了几分 群雄便要调转马头 朝南冲去 柯汉怀道 且慢 此刻 这兽群气力很足 来势汹汹 咱们要正面冲撞 虚冒极大的风险 眼下 他们距离此处 还有半个时辰的路程 咱们放慢龙马的速度 一意待劳 等他们精疲力竭之时 再掉头冲撞 群雄称妙 于是依照柯汉怀所言 用步驳将龙马双耳紧紧的堵上 听不见那苍龙号角 龙马登石大为平定 缓缓而行 突然 天空一一压压的噪声四起 众人回头望去 见那数千只翼鸟龙 已经如乌云般铺天遮地的飞了上来 翼鸟龙是极为凶猛的擒龙兽啊 双翅展开的时候 可达仗鱼 喜在平原上猎杀奔跑的动物 眼下为苍龙脚索区 更是狂性大放 大半翼鸟龙双爪上 均抓着一只猛兽 并不着实 飞得半赏 有高高的志向 摔得是骨断长破 然后再捕猎其他的猛兽 这数千翼鸟龙赶奖上来 必要俯冲冲击群雄啊 众人纷纷回身 弯弓搭箭 刷刷刷 如漫天飞黄接连不断的射出 一鸟龙群中 不断的有鸟轰然坠落 重重的摔在草地上 尘土飞扬 但那一鸟龙数量实在太多了 瞬息间 虽有数十远命 大多数仍然展翅滑翔 前赴后继的涌来 眼看便要飞到群雄头顶 柯汉怀大喝道 大伙用刀剑招呼 砍他脚爪便可 自己掉转马头 突然全身衣伤鼓舞 右臂挥扬 吃得一声 那断浪气旋斩 又迎风怒放 这次的断浪气旋斩 长两丈鱼 轻气回旋 在朝阳下 变换着七彩的光芒 漫天一鸟龙呼啸着 俯冲而来 瞬间犹如刮起一道狂风 草地上的花草 贴着地皮翻涌起伏 龙马长丝 踪毛飞舞 众人眼睛 被狂风吹得 有些争不开了 用手挡在额前 眯眼望去 那乌云般的 翼鸟龙拳 轻刻飞到了面前 柯汉怀大喝声中 断浪气旋斩 暴涨仗鱼 青光飞舞 彩旋闪烁 半空中 宛如漠然起了 一道无形的光墙 扑扑扑 连声的咒响 凄厉的叫声 连串而起 鲜血击射 羽毛纷飞 转眼 便有数十只 翼鸟龙 撞到 气旋斩的光墙上 自行的送命 柯汉怀 气刀纵横 挥舞如风 众人瞧得眼花缭乱 只觉那狂风突脂 进阶被断浪气旋斩挡住 断浪气旋斩 是柯汉怀在东海古浪雨 据后世的史学家考证 此岛及今日厦门的古浪雨 后因地壳运动 而漂流至东海之滨的时 每日在海浪中锁链而长 起初 以断浪刀阻击朝浪 后因断浪刀 在海啸中断折 索性气刀 以手玉气 而成气旋斩 断浪气旋斩 既在海浪中炼成 抗冲击能力远就极大 以抗击海啸之力 来阻击这数千亿鸟龙 虽非牛刀载机 也相差无几了 漫天的亿鸟龙 速速陨落 尖叫之声不绝于耳 转眼间 草原上便堆积了厚厚的 数百只亿鸟龙的尸体 一鸟龙群突然分成三块 试图从上方 与柯汉淮左右两侧掠过 在漠然集结 俯冲向众游侠 柯汉淮喝道 猎处赶耳 气旋斩在暴涨一倍 卷武翻飞 刹那间又斩杀了 数十亿鸟龙 漫天雪雨 在阳光下闪着 妖孽的光泽 但鸟群太多了 终有不少绕过 断浪气旋斩 怪叫着 向群雄浮冲而去 漫天的翅膀 尖叫声 交织在一起 如网一般洒了下来 众人拔刀作砍 鲜血四射 羽毛速速飘落 拓拔也 也拔出了 无风剑 胡乱的挥砍 突然 众人 失声惊呼 两只巨大的 翼鸟龙 怪叫着 急扑拓拔也 近风凛冽 腥臭扑鼻 众人 想要扑就 已然不及 拓拔也 惊慌之下 右掌拍出 体内真气 突如火山般喷发 急速周转 滔滔热力 如长河奔腾 刹那间 汇聚到右掌之上 砰的一声响 距离拓拔也 尚有四尺之远 那两只一鸟龙 便被雄浑无匹的掌风 击得向后抛飞 重重地 撞在草地上 脚爪抽搐 翅膀扑腾 眼见是不活了 众人大声叫好 就连柯汉怀 也不禁露出 惊诧的神色 拓拔也 素无根基 竟然能无师自通 调气发力 一掌击死两只 一鸟龙 实是出乎 他的意料之外 众人正 惊佩不已的时候 拓拔也突然身形摇晃 压得一声 拴下马去 众人失声惊呼 其中以千千的叫声 最为响亮 原来 适才这一掌击出 掌风击在 一鸟龙身上 反弹回来 激起巨大的气了 当时 将拓拔也拍下马去 拓拔也跳了起来 哈哈大笑 心中欢喜之意 难以言表 见又一只 一鸟龙扑来 呼的又是一掌拍出 奇料 这一掌 未能调动真气 眼前一花 突然一领一紧 被那一鸟龙 抓了起来 凌空飞起 天旋地转 刹那间便到了 三丈鱼的高处 耳边众人呼声不绝 忽然听到 柯汉怀声音 拓拔兄弟 双手抓住他的脚掌 气沉丹田 往地上冲 拓拔也蒙一息气 平定住 喷喷心跳 双手上探 牢牢地抓住 那一鸟龙的双绕 宁神聚气 响着 气沉丹田四个字 周身真气 缓缓地流转 逐渐汇聚到丹田处 心中惊喜 猛得一沉气 脚下 如悬了千军之物一般 陡然下沉 那一鸟龙 惊叫声中 几只一鸟龙 斩翅飞来 身会 灼向 拓拔也 突然 清光四闪 鲜血 溅了拓拔也一身 那几只一鸟龙 连叫也来不及 叫上一声 便被断浪 气旋斩 劈成了两半 拓拔也 抓住一鸟龙的双爪 向地上 缓缓地降落 一鸟龙双爪 踢弹 甩不开它 便用力拍翼 猛地上升了 杖鱼 拓拔也心中一荒 真气四散 当时 又藤云家务地 被那一鸟龙 向北拖去 蓝天白云 摇摇欲坠 大地荒原 急速倒退 柯汉怀 一字字地大声喊道 小兄弟 你的真气 可以控制 几十只一鸟龙 不要着慌 只管聚精会神的调气 将它拖到地面来 他似乎并不着急 出手相助 谦谦大吉啊 拽着柯汉怀的衣裳道 爹爹 你快将他救下来呀 柯汉怀一边挥舞气旋斩 斩杀不断扑来的一鸟龙 一边淡淡道 他自己可以下来 千千泪眼盈盈 大发娇沉道 你瞧他 都快变成风筝了 哪会下得来呀 话音未落 便见拓拔也拽着一鸟龙 缓缓地下沉 这回任他如何挣扎 也不能上升分毫 越落越快 终于通的一声 连人带鸟 落在草地上 千千这才放下心来 破涕为笑 众人齐声喝彩 拓拓也将那一鸟龙朝外一抛 竟将他摔出了六丈有余 骨折而死 十几年来 从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有这惊人之力 拓拔也心中又是欢喜又是迷茫 群雄大阵 抖擞精神 大战 一鸟龙群 一龙飞翔 龙马奔腾 断浪气旋斩 气势如虹 无可抵挡 不知杀了多少一鸟龙 拓拔也 出通调息 玉气之道 虽然不能将体内真气的威力 发挥至极致 但是对付这群一鸟龙兽 却已经足矣啊 双掌胡乱挥舞 气浪澎湃 灯池击倒了一只又一只 扑来的一鸟龙 心中自得惊喜 比之前些日子 在玉平山顶借白衣女子之力 击败十四郎 又大大不同 体内真气流转 逐渐随心所欲 越始越是顺畅 绵绵不绝 以道立志 打到后来 忍不住仰天长笑 刀光剑影中 只有一人的眼光 从始至终 绝无旁顾 只是盯着拓拔也看 那便是千切 他坐在柯汉淮的身前 目不转睛地 瞧着拓拔也 心如鹿壮 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 他自小跟着父亲 在鼓浪雨长大 从来没有见过外人 此次来到中原 拓拔也 是他瞧见的第一个 年龄相近的男孩 但他又绝不是一个孩子 虽然年仅十四 但豪侠洒脱 倜傍之态 已经可见 而且笑容可亲 叫人见了 忍不住欢喜 自己不知不觉中 对他便有了亲近之意 记挂之心 方才瞧见他 被一鸟笼抓至半空 他紧张的 连心都要跳出咽喉来了 着急害怕 生平从来没有过 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突然发觉 这认识不过一日的少年 已在他心中 占有颇大的位置 谦谦一抬头 忽然瞧见父亲 看着自己 嘴角微笑 当时无缘无故的双雁飞红 但是却没法让自己的眼光 从拓拔野身上移开去 又过了片刻 一鸟笼龙泉 一鸟笼泉 终于一压悲鸣 展翅高飞 向北有趣 遍地堆积的近视鸟狮 几乎有千余只 群雄欢声高呼 鸡掌相性 这时 南面的发狂兽群 已经奔得颇为近了 提升震天动地 嘶吼声 悲鸣声 呼啸声和波浪相机 嘈杀 而又整齐的席卷来 尘土弥漫 冲在最前的兽群 横着桥来 至少有六里长 潮水般 汹涌澎湃 气势汹汹 群雄高声呼啸 拍马北行 一边回头顾望 等候最佳的反击凉机 阳光在千里径上 闪烁着炫目的光马 木面人骑着龙兽 迎风立在南边一座 百余米高的山丘上 此处眺望 一览无余 正是指挥作战的 绝佳的降台 透过长四尺的千里径 他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 众游侠 在荒原上策马奔腾的场景 瞧见众游侠 突然放慢了速度 闲庭信不斑 悠然而行 木面人心中疑惑呀 寸道 可汉怀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哼哼 这一次 不管你怎身困兽游斗 也是徒劳了 千里径 缓缓地移动 西侧千里丛林 隐隐有尘烟滚动 东侧天壁山 俏丽绵延 南侧群兽奔腾 如潮汹涌 脚下山底 数千骑兵 列队而立 惊奇招展 龙马思鸣 木面人放下千里镜 低头瞧着 宇师妾微笑他 你说 以数万发狂的野兽 两万精锐之师 去围猎这百余乌合之中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呢 于师妾心中 焦急忧虑 脸上却春光灿烂 咯咯笑道 在小小一个驿站 你还抓他们不着 到了这万里荒原之上 哼 我倒要睁大眼睛 仔细瞧瞧 木面人左手把玩苍龙脚 黑然不语 天空上传来节节的叫声 斑毛招展翅膀落在地上 扶手道 所有军队都以奉命集结 各就各位 请主上下令 木面人淡淡道 开始合围 抓住瓮中之鳖 众游侠正缓步而行 忽然瞧见西北侧 数十里外的丛林中 尘土飞扬 迷迷蒙蒙中 出现了好多惊奇 烈烈招展 隐隐有巨像斯明的声音 定是水药的伏兵 众人正在猜疑 一个眼力瞬间的水族游侠叫道 他奶奶的 是水妖八大天王 拓跋也眯眼望去 阳光之下 许多荆棋上 果然写着八大天王四个字 烟尘卷武 提声如之 不知有多少人马 从那里狂奔而来 其意见拓跋也 不知此人 便稍加解释 八大天王是水族北海蒙马城的城主 擅使杖鱼长的象牙斩 有万夫不党之勇 之所以称八大天王 乃是因为身上有八处地方 远较常人为大 具体哪些地方 那不便一一说来 据说 一只手掌 便可盖住尸虎的头部云云 麾下蒙马军团 八百蒙马骑兵 骁勇嫖悍 有水族第三军团的美誉 也是水族历年来 与他族交战的精锐之师 但从眼下的烟尘惊奇来看 来者似乎远不止八百骑兵 众人勒马步前 纷纷望向柯汉怀 柯汉怀沉吟道 蒙马军团善于野战 这荒原辽阔 正是他们最为擅长的战场 咱们与他们应聘 定然不是对手 眼下只有立即调转方向 冲过兽群 让兽群将蒙马军团冲散 咱们再调头跟随在兽群的后面 群雄拍掌称善 笑道 妙极了 妙极了 解刀杀人 水妖给咱们送来这群开路先锋 怎能不好好的利用 当下群雄调转马头 用步驳将龙马的眼睛蒙住 侧马扬鞭 立在马上呼啸着朝南边急奔而去 苍龙脚急促的吹奏着 兽群如潮 漫野狂奔而来 大地震动 红声巨响 诸种野兽发狂嘶吼的声音 四面八方的响彻天地 迎面扑来的狂风中 灰蒙蒙的尘土 夹带着兽群的腥臭气息 仿佛海浪将它们吞没 群雄甚是激动 呼啸着拔刀急行 拓跋也感到周身热血 都已经沸腾了 义齐勇将到头部来 大声长笑 但在这一片轰鸣声中 连自己的叫声都听不见了 耳边轰隆作响 转瞬间已经被沉烟吞没 隐隐约约瞧见 千千从前面回头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正凝望着它 目面人透过千里竟望去 瞧见众游侠突然勒马掉头 排成一字长队 力剑一般射向数万兽群 大吃一惊 忍不住疑了一声 他原想以兽群逼迫游侠北行 再以蒙马军团等万余精兵迎头痛击 将彼等一举歼灭 其料 这行人 这行人竟然掉头冲向兽群 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虽然心中不信他们能冲透 发狂兽群的冲击包围 但是万一被他们奏效 全盘计划可都将落空了 这柯汉怀果然胆大心细 擅出其兵 不但功夫卓绝 更是难得的将才 难怪当年被誉为 大荒五十年后第一人 倘若今日让他逃脱了 必是极大的祸患 木面人心中震动 挥舞令旗 山下数千精兵 在柯沙渡等人的率领下 策马急奔朝北冲去 与诗妾已经能微微动态 但是浑身乏力 无法抢回苍龙脚 瞧那木面人诗声惊呼 挥动令旗 知道事态必有变化 当下取过千里镜 勉力坐直 举镜远眺 万里荒原 沉烟滚滚 一行百余人风驰电掣的向南急奔 西北部万余骑兵冲出丛林 向南狂飙挺进 隐隐绰绰看见蒙马大象 惊奇如林 向南望去 数万兽群 密如蚂蚁 翻卷如潮 黑压压的急速移动 眼看着便要与内行人交集 与诗妾心急如焚 四下搜索 忽然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半立于龙马背上 一昧飘飞 神采飞扬 不是拓跋也又是谁 突然欢喜 难过 担忧 一起涌上了心头 不能自意 欲助纵横 又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低声道 小傻蛋 不知天高地厚 这等威风吗 拓跋也生平 从来没有见过 这等壮观的场面 几天前 在东石山上 观照群兽狂奔 已经是觉得 惊心动魄了 但彼之今日身处其中 又不能同日而语 漫天袭地的烟沉 将避空立日 遮得昏黄一片 耳边什么声音 也听不清 只觉得山崩地裂 犹如几万个锣鼓 号角一起奏响 前方兽群巨浪般 层层的涌进 依稀瞧见 不少猛兽 力竭倒地 被万千体长 践踏而死 巨像 尸虎 西四龙兽 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到头 澎湃如潮 转眼即将淹没群雄 柯汉怀立身大呼 大伙排成六人一队 跟在我的后面 兵器全部朝外 火族的朋友在最外面 点起三位真火 字字清晰可闻 众人齐声得令 迅速变队 狂风般挺进 柯汉怀右臂 陡然高举 吃的一声 轻气回旋 光芒吞吐 断浪 断浪 气旋斩 再次出窍 他猛然大喝一声 右臂正踢前方 断浪 气旋斩 暴增至五丈余长 当空掀起了狂飙巨浪 迎头斩入奔在最前的兽群之中 烹然巨响 仿佛海潮中突然掀起了巨浪 十余巨兽被气旋斩 批成了几段 非至半空 血雾弥漫 兽群 惊思胜中 向两边翻涌 灯石大乱 两翼兽群自相践踏 悲鸣嘶吼 柯汉怀气旋斩 大开大河 光芒万丈 刹那间 便杀开一条血路 带着群雄 冲入茫茫的兽群之处 两百里以外的山丘上 木面人望着柯汉怀 带领群雄在兽群内 左冲右突 左向披靡 瞧的是木凳口袋 极为惊异 一时间 竟连苍龙脚都忘了吹奏 如潮的兽群 竟被柯汉怀 如此轻而易举地切入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于师妾咯咯笑得 花枝乱颤 道 哎哟 这便是你的天罗地网吗 我瞧 不怎么揭示 被乌合之众 一冲就破呀 木面人不搭理他 举起苍龙脚 继续乌乌叶叶地吹奖起来 与师妾痴痴笑道 你这是什么号 吃喜酒 接新娘吗 那木面人虽然功力极高 但对于吹号 欲兽 却是一知半解 仅能以这苍龙脚的恐怖叫声 逼得群兽发狂 没命的狂奔 但如何分解调度 转向何为 进行诸多阵势上的变化 那便一窍不通了 倘若是与师妾吹着苍龙脚 众游侠纵有通天之能 要想从这数万兽群中逃出去 绝无可能啊 木面人熟知与师妾的性情 那群人中 一个是他的情之所系 一个是青梅竹马 要让他吹着苍龙脚 他便是死了也不愿意啊 要真把这苍龙脚给了他 他定然立即驱散兽群 让他们逃个干干净净 当下 不管他如何冷嘲热讽 就是不理 气韵丹田 欲受狂奔 寄望能将众游侠 踩死于乱题之中 与师妾举着千里净跳腕 芳心乱跳腕 极是紧张 脸上却言语奄然 极尽挖苦之能事 兽群狂奔 众游侠如同一夜扁舟 在万里怒浪中 跌宕沉浮 迎风破浪 柯汉怀的断浪气旋斩 狂飙般将众兽分离 所到之处 兽惊如狂 死伤无数 两亿三位真火 熊熊燃烧 将狂奔而过的猛兽 隔离于数尺之外 拓拔也被众人护在中心 但他时而挥掌 将携宠而至的猛兽击退 那尽力颇为惊人 语尸妾是又惊又喜 难道他已经学会 调息玉器的方法了吗 拓拔也策马飞驰 两侧狂风凛冽 腥臭逼人哪 群雄仿佛掉进了风暴中的大海 在惊涛骇浪中 逆风奋进 举目望去 尽是各种怪兽 闪电般的掠过 在咫尺之距交错 那尖锐的苍龙号角 越来越积月 群雄中不少人 不得不撕下不搏 塞住了耳朵 兽权越加发狂 咆哮着 自相践踏相斗 无数的野兽 或历劫倒地 或被撞倒 瞬息间便被身后涌来的兽群 采成了肉泥 猛马群呼啸而过 突然几只野猪被高高地抛弃 从众人头顶上跃过 顷刻间 又有几只猛兽 被挑起制出 一只巨大的狮子 重重地撞入游侠队中 当时将颠侧火足游侠手中的 三位火炬撞飞了 狮子继续撞来 被两个游侠的长枪猛然刺穿身体 悬挂半空 继而奔来的数十只 鼻龙兽 比那猛马还要狂烈 长鼻卷舞 接二连三将前面的野兽抛出 四下散落 两只獠牙虎当空衰落 净直向拓跋野撞来 拓跋野运气挥掌 掌风到处将其击飞 群雄刀剑挥舞 护住上空 一会儿的功夫 又挑飞了十数只落下的猛兽 突然众人惊声长呼 左前方三只杖鱼膏的 象鼻龙兽 手经转下 并肩狂奔 剧长杨武 向他们急冲过来 柯汉怀冲在前面 气旋斩 正挥斩正前方的 那几只巨型猛马 一时间竟没有瞧见 几个木族游侠 挺起了长枪 猛然刺去 象鼻龙兽来势极猛 兼只皮糙肉厚 奋力刺出的长枪 不能伤他分毫 到险些将游侠震落马下 一只长枪扎在龙兽的肚子上 来回的摇荡 另外两只嘎然断折 象鼻龙兽狂吼声中 长鼻猛抽而来 立时将一个游侠拦腰卷住 眼看便要抽离甩出 拓跋也大喝一声 不顾一切的从马背上跃起 右手拔出无风断剑 奋力斩下 亮光一闪 两尺余粗的象鼻竟被硬生生的砍断了 那游侠惊魂未定 耳边听到断鼻龙兽的痛吼 另外两只象鼻龙兽 已咆哮着撞了上来 拓跋也从半空摔下 被两个游侠抄了个正着 眼见情势危急 拓跋也大声道 将我抛起来 俩人将他往前抛出 身在半空 拓跋也暗暗道 上苍住我 欲气游走 内膝流转 刹那间将浑然真气 炎至掌心 呼的一掌 朝那象鼻龙兽派去 掌风凛冽 如狂风呼起 三位真火摇曳中 那两只象鼻龙兽被激了个正着 竟硬生生的朝后退去 体掌在地上 拖出几道深深的印痕 后面的猛马群狂奔上前 长长的獠牙正好扎入那象鼻龙兽的腹中 象鼻龙兽丝声痛吼 侧身翻倒 又被兽群潮水般踏过 灯石殒命啊 拓跋也自半空落下 正好骑在一名游侠的龙马上 众人击掌叫好 突然脚下一震 龙马思鸣 半倒几具野兽尸身上 翻身摔倒 又将两人高高的抛起 黄土飞扬 俩人身在半空 轰隆声中 听到一压的怪叫 几只巨型雾鸟 拍翼飞来 猛的将两个人抓起 朝北飞去 拓跋也反手一剑 将那雾鸟双脚斩断 又猛的一掌 将另一只雾鸟打落下去 他这剑术掌法 虽然胡乱使出 全无章法 但真气浩然 力道惊人 竟是不可抵挡 群雄将二人接住 欢声长呼 经此混乱 拓跋也心中大定 自信更是成倍的增长 虽然周策万寿狂奔 惊天动地 但已不如起初那般 扰乱心境 浑身热血沸腾 沉浸于兴奋 于狂喜之中 想当年 连一只野驴都不能奈何 被他抛得满地打滚 今日挥洒如意 斩杀 一鸟龙 击退 橡皮兽 万寿群中 高歌猛进 风光之极呀 两百里外 有一人比他还要欢喜 与师妾放下千里镜 笑眼如花 仰头望着 木面人 叹了口气 缓慢 而骄傲地说道 你瞧见了吗 那个少年 便是我喜欢的小流浪汉 他的名字 叫做拓跋也 你可千万别忘了 因为 过不了多久 这个名字 就要传遍 整个大荒 就要优优独播剧场